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一玉兰 首先带来关心的是 全球建筑界瞩目的奥斯卡金像奖 2022年全球卓越建设奖颁奖典礼 在法国的巴黎隆重举行 而花莲县政府所提报的 布农族加新旧部落在线计划 荣获了文化资产类影响 并且由多年陪伴布农族人的 陈蒙莉代表领奖 花莲县文化局推动原住民族文化复阵 与文化资产保存的努力被世界看见 从2017年到2020年 办理拉库拉库西流域布农族 旧社溯源与重塑计划 连结着西乡的布农族人 专业团队与相关行政部门 共同推动布农族传统领域内的旧社调查 加新旧部落重建 巴通关月道路日景住在所调查与整理 历史文化资源解说培训 传统编织记忆传习与民族教育 教案编写与推广等工作 共计20个字计划 有时候有委托台东大学和余真玉校长和老师们去行政的一个加新的教案 然后也很希望说我们着西乡的学童们可以善用这个场域跟这个教材 就是让我们的年轻一辈的小孩可以知道说过去 通过身体的身体直接的体验去认识过去的古先的山居文化 其中加新旧部落重建 由台东大学南岛文化中心的文化人类学者 与责任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的建筑景观专业者携手合作 邀请了加新旧部落 伊斯塔西巴家族后裔以及族人重返祖居地 用双手重建荒芜百年的家园 在叙述的过程中 我相信大家也都在建立自己的史观跟身份认同 然后在向社会大众的产出过程中 其实也让更多人来认识布农族人的山居的生活 森林的智慧跟过去的历史 全球建筑界瞩目的奥斯卡金像奖 2022年全球卓越建设奖颁奖典礼 在法国巴黎隆重举行 华林县政府提报的布农族加新旧部落在线计划 荣获了文化资产类赢奖 由多年陪伴布农族人的陈梦立代表领奖 并且表示加新旧社石板屋是一个平台 族人透过平台窗口跟社会大众叙述自己的故事 并建立自己的史观与身份认同 让大家认识布农族人过去的山中生活 森林智慧跟过去的历史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 南大传itat